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紧接着来关注一下 现在德州要呛拜登 感觉要独立 我们看到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 海力就提到了 如果整个州的人民都表示 我们不想要再作为美国的一部分了 而且做出他们的决定 那德州就有权要脱离美国 所以看起来现在紧张的氛围越升越高 连福州州长也派遣新的部队 加入到德州跟拜登政府的边境对峙 他派出了一千多名的佛州国民警卫队的士兵 说要来支持德州 跟拜登政府刚上了 就在美墨边境这一边 加入了对峙的行列 那德州其实他们素有孤心之称 在1845年之后就成为美国第28州以来 他的独立呼声其实反复出现 那德州的独立举行全民公投的提案 屡见不鲜 那背后除了有这种上午的民风 还有保守主义的推注 最重要的是他们作为美国面积的第二大州 德州的经济实力非常的强 也把持着国家的军火 还有高科技这些制造命脉 那其实呢我们看到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联邦监管的心怀借地 因此有建立他们独立的电网系统 这些因素都其实成为德州非常有力可以公然挑战联邦权威的一个底气 那德州其实在这边 这个洛克希德马丁的航空部门也是在位于德州 他们就制造F16也是西方最大的战斗机计划 那到了2022年德州就有53家这个财富500强的企业总部都设在德州 位于这个现在是全美排行第一哦 第一多的 那还有他们发现了石油之后 能源一直是德州政治上面跟经济上的主导力量 所以如果把德州就直接当成一个国家好了 它就是排名世界第六大的石油生产国 难怪底气这么足哦 那我们看看还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 其实也都位在德州哦 奥斯丁这边就被称为是细山 那我们知道还有细谷嘛 所以这个不输哦 那北达拉斯地区也被称为细草原 德州有许多的高科技总部 现在连特斯拉都已经举行了股东投票 决定说是不是要迁往德州 据说高达投票的结果有80%几的支持度 是愿意迁往德州这里的 那我们另外来看一下 现在拜登呢面临到 这个经济也是一大问题哦 美国的边际移民危机不断升级 那也使得拜登的施政满意度不断的下滑 一月份的满意度呢 已经从12月的40%下滑了 两个百分点到38% 还有很多美国对于经济啊 移民啊综合性的一些问题哦 都反映在他的民调下滑上头 还有这个华尔街的大空投哦 他们现在都不太看好 说觉得哎美国的GDP数字哦 是不是造假 UPS的财报就指出 因为受到这个地缘政治动荡 全球贸易就受到影响哦 像是美欧日均包裹量 这是很实际的数字哦 他说大概年减31.8% 而且呢因为这个业务变少了嘛 所以他们要直接反映在裁员上头 将要裁员一万两千多人哦 其实不光是这个 最近陆陆续续一直听到 美国的一些科技龙头产业 都一直在裁员 所以美国的经济真的是令人堪忧哦 华尔街的空头就在讲说 现在美国经济衰退 真实的状况 其实就可以从这种 快递拒破UPS的财报来看得出来 所以真的很难相信 政府编造出来这个第四季的GDP的数字哦 到底是不是刻意美化过 那连新债王钢拉克都有讲啊 这个鲍威尔带走了金法姑娘 他是一种形容啊 就是说一种稳定的经济状态 那预计呢 今年美国恐怕陷入到经济衰退了 还有这个连加州这边都出现了一些 这种怯道猖獗的状况啊 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卖场的店员 他怒批说 哎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他是直接杠上了这个加州的州长哦 然后结果这州长超尴尬的 我们来听听看 好对于加州来说 就是因为把处罚的门槛降低了 所以有越来越多这种零元购 或者是这种窃盗的状况出现 让很多加州的居民是觉得 州长难道你不用负责任吗 还有全美无家者 这个人数已经创下了新高 加州的抢劫 清罪化也使得这个治安 越来越加失控 所以对于拜登来讲 地缘政治下已经有三场困局 以巴战 俄乌战 还有红海冲突 所以现在拜登必须得要赶快来拆弹 那他稍早之前 就是在这个月他也有签署了行政命令 对于四个以色列的囤肯区 要开始实施制裁 因为以色列就不太甩他 他就说在约旦河西岸这一边 巴勒斯坦的居民 以色列里面施加暴力 已经达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纳坦雅胡则回击 他就说以色列对世界各地 所有违法的以色列人采取行动 因此额外的措施是不必要的 那看起来这个拜登为了要给巴勒斯坦 一个交代 可是感觉上面好像真的能够解决这个困境吗 以色列好像也不太理他 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现在美国的内乱 还有这个德州这么强 不因为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他并不是反对不准有任何移民管制措施 他是针对德州所使用的移民管制的某些手法 比如说用带有刀片的铁丝网 那这个是违反人权的 所以他 我认为这个会很容易达到妥协点 就是说 那个德州你就修改一下 你可以去做管制措施 可是你稍微修正一下 不要用一些明显带有 这个危害人体的一些设备 然后从此拜登就假装没看到 这样就好了 因为这个议题 我认为民主党已经感受到了 这个就是踩到马蜂窝了 他很容易让共和党团结起来 反移民本来就是共和党的主要的共同诉求 而且还带有民粹的情绪 而且川普还有共和党各州的州长 眼看着都要进来提油 要加把火上加油 非常明显 这个就好比民主党想要搞痘胎一样 可以团结民主党 所以我认为共和党 应该说民主党 民主党不会那么容易中计 所以我就来跟你对干 然后跟德州国民警会 然后我就用联邦军队那边跟你对峙 甚至开枪 我认为不太可能 所以接下来应该就是各自退一步 就是你移民管制措施 你修改一下 不要用一些 可能商级人体的一些设备 那可能就不了了之 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好处理 第一个就是说他进来的地方真的都是共和党州居多 那共和党不想要有这么多的移民 那数字是暴增 那个2019年川普执政非法移民只有40万 那去年高达240万 这个谁受得了 我说对共和党来讲 那民主党当然也有他的算计 因为他就觉得要讨好拉丁美洲的移民 那有一些已经进来了 那民主党本来就是一个少数族群的联盟 所以共和党就会严重怀疑说你这里面有选举的算计 而且日积月的你的选民越来越多 然后又搞移民特色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争应该不会拖太久 应该会到某一个时间点就会慢慢淡化掉 好来问杰老师 对现在这个就是这变成美国为了一个移民政策 整个国家分成两块 因为德州的州长的作为 得到了另外25个州共和党的州长的声援 那现在就是说整个的情势 看起来这个有一点点正冷 政界人是很热 可是民间的动员看起来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多 像这个三年前的1月6号 当时这个民众从美国各个地方涌入到美国国会 那个人数非常多 最近因为他们有一个运动 民间在推的就叫全美国来挽救美国的这一个所谓的边界的一个资源团 他就说从Virginia有一些卡车的司机 他起来号召 然后本来一开始新闻说有70万人 那也就是说美国的去德州的公路都要筛报了 后来前昨天我在看这个有这些所谓的这些YouTuber 他们这些在现场报道 他到了全美各地的开了卡车去的 到了他们的营区一看 我看人数很少 所以基本上看起来这个是政争大于怎么样 全部老百姓的都加入的这个情况 不像1月3年前的那个包围国会 那个群情机会 老百姓都走上街头那个感觉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主要关键还在拜登如何来处理这件事 那拜登事实上的话 他的这个问题处在哪里 就是说他没有去执行 怎么讲呢 联邦受联邦法院 最高法院以及美国宪法所授予他的职权 你知道因为美国的这个宪法说 这个国际边界的这个主管是联邦政府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德州州长 把他那一段联邦政府主管的那个权项 把他抢走了 那拜登是失职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其实这个联邦最高法院 就是说事实上也认为就是说 德州的那个用这种 所谓的有刀片的这些铁丝网 是不适合的 是应该他授权拜登去把他拆除的 结果这两点拜登都没有做 所以在白宫的记者会里面 有记者就问说 那你拜登为什么都不执行你的宪法权利呢 那他的记者 他的那个发言人也打不太出来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拜登在退让 那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的总统 他的神圣的职责是要履行 他宪法授予他的职权 他那个权是因为那是他的职务 他现在不执行 其实这在美国的宪政上 已经造成一个很极大的一个恶力 将来别的州如果也可以说 还来反抗美国的联邦权限的话 那这个case就是变成说 那为什么你自己不管 你自己放弃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说 看起来是不是会变成全民的一个 一个心心之火主义燎原的 倒不是 所以你就看到政治人物 还在不断的在这个问题里面 加火天才 那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 基本上跟拜登最近的民调往下掉 我想是有关联的 如果拜登继续废弛他的职务的话 我觉得他的民调会继续往下掉 好 赖老师 德州跟加州都有脱离联邦的基本条件 因为他们的天然条件是很好 也就是说他们的海岸线都够长 加州面对太平洋 那德州就面对的是摩西哥湾 往巴勒马运河一走就进入了太平洋 那么往加勒比的东方 右边一出口就进入了大西洋 这个对于这两个州来讲的话 都是得天度厚 州土面积够大 人口够多 而且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经济富裕 所以他们本身不愿意跟联邦政府来分享利益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那联邦政府那么要强制的力量 去约束他们的话 常常会把这个矛盾会激化 也就是联邦政府 因为这两个州 他们基本上来讲 周边都没有外敌 没有强大的外敌 所以他们是相对安全的 安全 富裕 然后海岸线长 州土面积大 人口多 那他为什么要把他的财富 分将近一半 被联邦政府拿走 那联邦政府又没有办法给他们什么 好处 所以他们本身 当然都会有想要离开联邦政府 而独立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意念 那如果有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一旦激化 而且是充分激化的时候 那相当有可能他们会强化 他们要脱离的意志 现在的这个非法的移民 对于这两个州 已经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了 不管是加州也好 或者是这个德州 他们对于非法移民 带来给他们的社会的影响 治安的影响 毒品 还有就是他们本身的这些市容等等 还有就是强调他们的这种 因为进入黑工黑市 抢走他们的就业机会 这个给他们的州民带来的影响 是深远的巨大的 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定要解决 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 而联邦政府拜登的摇摆不定 暖弱无能 那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问题 所以他们就起而自救 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 对于所谓的蛇行网 那个拜登还提出诉讼 而最高法院判决诉讼胜利 但是问题就是当你一旦执法的时候 那就跟地方的利益产生绝对的矛盾 跟地方的利益产生绝对的矛盾 这个州长当然就动用了宪法给他的 这个国民警卫权 一旦动用了宪法给他的国民警卫权 如果再激怒再激化 也就是说你拜登为了要 捍卫你联邦政府的执法力 再度的激化的话 那当然爆发的冲突就更严重了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对拜登来讲的话 他现在欺负难向 他现在左右为难 就是不执法他违法 执法了很有可能就矛盾扩大 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拜登还面对另外一个隐忧 这个隐忧就是阿拉斯加 因为俄国已经通过一个法律 普丁已经正式签署生效了 也就是沙俄时期 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是非法的 不合法的 所以目前来讲 要回 对他们要求要拿回来 美国已经否决了 但是未来 这已经构成一个 未来俄国对阿拉斯加 要赎回的方法 购回的方法 或是夺回的方法 这又产生了另外一股隐忧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这怎么可能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威胁论 美国不断在释放 现在最新的这一个 我已经觉得很夸张了 就是说连鸽子都是间谍 他们说中国大陆的间谍鸽 被美联社他们讲说 在印度的警方 他们把一只鸽子拘留了八个月 原因是因为他腿上绑了 这个腿环 看起来像是中文的文字 所以怀疑他是中国间谍鸽 那事实上呢 这个鸽子最后是来自台湾的赛哥 所以就没事了 所以他就又被释放了 在1月30号的时候 他获得了释放 人家想到说 你现在会不会想太多 想到以前古代 就飞鸽传书 现在连鸽子都要草木皆兵 连鸽子都可能会变成间谍 CIA是不是也要来关注这件事情 真的已经很夸张了 那昨天还有一个场面 就是美国他们的听证会上头 找了五家美国的一些 社群平台的执行长来 那当然其中也包含了Titalk 也就是周寿之又被叫过去了 那在这个听证会上面 当然他们因为周寿之 是来自Titalk的执行长 又要开始这个阐述一些 中国大陆是不是要 窃取资料之类的一些 讲法跟质疑 我们来听听 of what nation are you a citizen Singapore are you a citizen of any other nation no senator have you ever applied for Chinese citizenship senator I served my nation in Singapore no I did not do you have a Singaporean passport yes and I served my military for two and a half years do you have any other passport from any other nation no senator your wife is an American citizen your children are American citizens that's correct have you ever applied for American citizenship not no not yet okay 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nator I'm Singaporean no have you ever been associated or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 senator again I'm Singaporean 跳针哦 两个都看不下去了 我因为这个议员的言论本来就非常离谱 就是跟我们台湾某些那种抗中保台型的立委差不多了 那其实大家就想到当时也是这样的一个名场面 就是哇所有美国的媒体这样包围周寿之啊 也是在为着这个T-talk的事情 啊是不是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哦 甚至那时候也有美国众议员 呃很像刚刚那样子跳针哦 就说T-talk是否可以连上家庭的Wi-Fi网路呢 让这个周寿之后满头问号说 啊连 你是问连上Wi-Fi吗 来确定了一下你真的要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吗 那当时被严审了五个小时哦 但反正就是不断的 美国好像现在看到中国大陆任何东西都觉得是间谍 都可能要来窃取 都可能会影响国安 那所以他们就对于中国大陆的科技业又再度出手啦 他们就说要制裁大陆科技业 他们比方说哦 这个军事企业一些更新的名单 那他们新增列入这项清单的企业 将会承受重大的生育风险哦 那美国实体也发出了严厉的示警 说对于这些企业展开的业务存有风险 那美国企业要开始就是因应这个 就是说要多编制 管制晶片的设备出口 这是来自美国半导体协会 他们就说我们必须要有确保公平竞争的环境 所以呢应该要严格的制定多边的一些出口的措施 那连日经也跳进来在讲说 哎长新存储哦 现在获得了美日关键的设备哦 想要打造高频宽的记忆体啊 感觉是不是又要来窃取我们的一些技术呢 会声会影的在讲 那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现在崛起哦 也让这个雷蒙多觉得哦 这很紧张呢 这是不是会把我们的一些资料 传送到北京哦 就像是我们之前台湾讲说 扫地机器人会传到北京那边 把我们家里面有多少灰尘传过去哦 他说啊我们真的想要所有数据 通通都传到北京吗 所以真的这个美国 现在难道只能用这样的一个言论 来抵挡说中国大陆的科技进步吗 那看到2023年中国大陆的汽车出口量 已经达到了491万辆 超过了日本 日本也是七年来首次从榜首跌落 那比亚迪一月份的电动车的销量 也在大陆这边拿下了第一 中国大陆有14亿的人口这个规模 当然有巨大的优势 再加上他们的教育体系啊 培养出来这个比美国更多的 像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一类的毕业生 那其实我们就对比一下 因为他们在讲说会造成国安风险嘛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卖过来 但是一方面又要唱衰中国大陆 就说啊你卖过来 这个利润才赚一万多啦 那其实这很矛盾 就是如果真的就是赚一辆赔一辆的话 那你应该鼓励中国大陆多卖啊 这样不就是可以拖垮中国大陆吗 所以就可以足以见得 他们真的这边也要唱衰你 那边也要衰你一下 但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真正应该要 加强的是自己的工业跟制造业 汽车产业你应该要求的是进步 而不是去打压别人 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 现在这个鸽子很可怕也是间谍 这个很多啦 这个实在是难以评论 像美国FBI也刚刚说啊 说那个台海战争的时候 中国会派骇客去 害翻美国的基础测试啊不是吗 就是他什么话都讲 然后后面才讲出真正原因 说因为美国的基础测试有些都很老旧 是早年用的那个Cisco的东西 所以意思就是要换嘛 希望拨预算给我嘛 所以我就把中国因素纳进来 抖一圈 这样可以容易让他的预算通过 这个这种招数太多了啦 FBI 美国的军情单位常用 就说哎呀很危险啊 中国因素就用来 要把国安议题纳进来 然后增加美国国会恐惧的 重要的因素啦 这个没有办法啦 如果你的智商要这样 我有什么办法 像这个 刚刚这位质询 抖音这位Tom Cotton 是阿肯舍州的联邦参议员 是民主党的 他今年47岁 还哈佛毕业 他非常爱国啦 我当然知道 他2005年还参与伊拉克战争 还得到伊拉克参战勋章 所以是一个很爱国的 可是共和党我说错了 共和党的参议员 美国认为他是明日之星 明日之星的水平就是这样 这有什么办法呢 他事实上已经被 中国大陆列入黑名单 因为他那阵子是支持香港 所以他大概就是 那个 类似像台湾的王定宇这样 就是被列入黑名单 所以就更反中 可是要反中也没关系 你要拿出你的专业 你不要让人家觉得 你连TikTok的基本原理 你都不知道 还哈佛的 哈佛校友会是不是要查一下 就说 这没办法啦 你在那个氛围里面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讲话 当然就是共和党的IT 因为他是共和党跟茶党联合支持 所以很红 说实在 可是没有办法 就是今年的氛围 因为今年就是要选举 好 所以选举会让人疯狂 来问一下杰老师 其实美国这个国家 两百多年的历史 大概没有打仗的时间是很少数 大概十分之九以上的时间 都在一场或两场战争里面 而这个国家刚开始 只有北美的十三州 东北部十三州 大概两百年以后 把它从一个大西洋 角角咔咔一个国家 发展成横跨 整个美洲大陆 变成东面大西洋 西面面临太平洋一个国家 那他没有停在那个地方 事实上他接下来就把夏威夷给吞了 再接下来跟西班牙打仗 把菲律宾也吞了 所以这个国家是非常有侵略性的 而且怎么讲呢 他非常有扩张性的 然后呢 这种国家常年在打仗的时候 他在国内的爱国主义 跟这个怎么讲呢 这个作战精神的 那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我跟你讲 美国这个爱国主义的教育 你没有经历过 你是不晓得的 三岁小孩就开始爱国主义教育 而且国家主 国家是至上的 他那种中西部的很多年轻人 他不是逃兵 他是听到了美国打仗 他自愿去投 自愿去参军 而且加拿人口常常插着国旗 插着国旗 所以呢 再加上他们这种国防概念 不是说你打到我家 才是我在国防 我是先把你在海外 一千公里 一万公里 我就先把你挡在那边 置在那里 所以你会觉得 美国人怎么 怎么这么有安全意识 这个国家的安全意识 就是这么强 相对之下 有这么强的安全意识的国家 事实上少数 你像我们在东方的国家 都是和平的 哪有把门人都看成敌人 潜在的威胁 敌人 然后叫鸡蛋里挑骨头 美国人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 他国家安全的时候 才没有什么民主自由 你去看看当时前学生 他在美国的时候 他是抱着美国 是一个开放民主法治的国家去了 结果他被约谈了 人家就带去 带到美国的 当时应该就是FBI 把他带去 没有任何理由居留了两个礼拜 每天询问 他回来以后才清醒 原来这就是美国 美国对于国家安全 真的是没有讲什么原则的 你只要犯到他 他就给你 他就给 现在中国大陆不是很多留学生吗 已经在那边练博士了 结果进机场的时候 那个海关就说 你有国家安全 就把你驱逐出境来 才不管你那么多了 这就是美国 所以你今天中国大陆 不过美国现在也有点 有点我觉得有点点 有点有怎么讲 有点不太有原则 这是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我认为是打着 国家安全的旗号怎么样 然后实行保护主义 因为他们知道 就跟马斯克讲过说 你如果不用保护主义 来对付中国的电动车的话 他们可以轻易打败 任何他的对手 在世界任何地方 打败他的对手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现在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话 认为只要是他的敌人的话 那个他的态度就是跟 刚刚那个 那个联邦参议员一样 他就是像歇斯底里一样 把你视为他的威胁 然后出之而后快 所以对付美国你没有办法 他每天全身都是武装的 你跟他不设心防 你没有斗争能力 你就会被他怎么样 就被他彻底击垮 好 来 老师 我相信这个科登一定很开心 因为他耍呆耍笨 而且耍得很成功 因为他成为美国或者是新加坡 所有的负面的热评的第一名 他第一名而且爆量 所以他是热瘦的第一名 大家都说我们没有见过这么笨的 这么蠢的这样的一个参议员 蠢成这个样子 而且还高学历的耍笨耍呆 可是对他来讲蛮开心的 因为只要出名就好 只要红就好 负面的也没影响 因为他只要足够红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目前的这种政治现象 就是怎么样让自己成为爆量 红 他告诉你说学校交易不重要 我的学校 即使我当初千辛万苦考进去 但是学校交易不重要 因为我只要足够耍呆耍笨 耍积极 台湾很多 台湾的立委一堆这种人 都是在耍呆耍笨 耍就是耍极端这种人 无所谓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的政治的一个现象 不过我觉得美国的五角大厦 是没有道理的 美国是全世界军工复合体 发展最壮大最壮观 而且军民两用军民融合 这个全部融资在一起的一个国家 而这样的一个国家竟然对于 复制他或是向他学习的中国大陆 然后竟然是谴责 这个就让我们匪夷所思了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五角大厦也在耍呆 耍笨耍狠耍 那现在中国大陆 因为还是在若干的高科技上面 还是有求于美国 还是需要向美国人学习 所以大陆目前来讲 不会断掉 例如说像跟MIT的合作 跟哈佛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国际事务专家来月签 主持人好 跟朋友大家好 前大使接文集 表现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韩国瑜的立院起手是 他讲说当选之后 感谢游席坤 他还说立法院长的办公室 跟官邸可以让游席坤 继续来使用 但没想到游席坤 后来请辞了 他本来是就还喊话 跟游席坤讲说 我们一起努力 千万不要客气 这办公室跟官邸 可以继续让你来使用 我的日子过得很简单 总而言之希望 前院长跟我们一起努力 但没想到这个游席坤 就是不是有他们党内的压力 就已经把他给逼退了 还有呢 这个韩国瑜跟江启成当选之后 他们也特别去拜会了王金平 会谈将近30分钟 在宣誓就职之后 立刻致电了前院长王金平 然后在郑江会馆进行拜会 他说确定当选 就联系了他 那基于伦理 人情义理 一定要来看看老长官 那另外 这个高雄的前幕僚 高雄市的前幕僚 就韩国瑜的前幕僚 他讲说立法院长 应该不会是韩国瑜 最后一个公职 因为他对于高雄的情感 依旧存在 还有意向要继续来经营南部 所以现在据说 已经在巧巧布局南台湾了 你看看南营的 不分区三名委员 他们已经成立了 高市联合服务处 要配合议员 为市民服务 那其实包含了 韩国瑜 柯志恩 还有这个陈金辉 他的妈妈是这个 黄昭顺 所以他们三位 现在这个 这两位 三位都是不分区的 这个立委 他们已经在高雄这边 要开始展开他们的深耕 然后持续的 跟这个选民市民来做沟通 还有现在目前的人事布局 看起来也牵动到蓝绿 大家在讲说 韩国瑜的秘书长 到底会是谁呢 会是李四川 还是费洪泰 来担任左右手呢 那韩国瑜讲 讲说他人选有思考过 但是还没有行动 也没有面谈过 不过 秘书长应该要有 自己的思维 能够超越党派 让所有的立委 尽可能的一团和气 只是反过来 民间党会跟你不分党派 恐怕不见得 民间党分得可清楚了 或者是说 逐渐把其他党派 吸纳为自己人 那黄阳明就爆料了 接下来 这个民主基金会 动见观瞻 因为过去都是 立法院长来担任 这个民主基金会的 这个角色 那我们看看 这个韩国瑜 这一次 他当选了这个龙头 民间党可头大了 因为许多的国会外交 都是透过这个基金会 每年外交部还会拨 1.5亿的预算 来当作这个基金会的 运作经费 另外 立法院长也是 国庆的筹备委员 主委 所以国庆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韩国瑜 办这个国庆 还邀请总统出席 当时候就会看到 韩国瑜跟赖清德 在国庆大典上通台 这个经典的画面 就会出现 大家也可能很期待 这个520当天会是如何 再来看到了 这个现在蓝绿兜 感觉好像 现在韩国瑜 登上了院长的龙头 蓝绿兜忌惮这件事情吗 首先两个考验在等着他 第一是院长之姿 重回政坛 对韩国瑜来说 挑战不小 而且国会外交 是越来越吃重 就会是另一个挑战 还有现在 韩国瑜在党内的 分量水涨船高 也被拱着更上一层楼的声浪 没有停下来 所以呢 现在朱立伦的人马 也高度关注 会不会形成 朱富体制 引发各路人马的讨论 就是朱富可能 会联合起来 避免韩国瑜 风头太剑 盖住了他们的一些光芒吗 那还有命理师就讲说 这个韩国瑜 真的是大起大落 悲剧英雄 难认太平关 但是2028有望 再战总统大卫 首先看江伯乐 他讲说 韩国瑜农年 农历的 三六九十二月的运势 非常的旺 有旺成为 2028总统大选的 热门人选 还有蔡上基讲到了 韩国瑜的流年格局当中 有天空地结 命中可能很难 是个太平观 就是说 这个立法院长 可能不见得好当 会处处被刁难吗 但是呢 他也有浴火凤凰的命运 就是越困难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反而会让他跳得更高吗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怎么看韩国瑜的起手势 在立院这个角色 我觉得韩国瑜这个叫 第二次重开机 第一次是当高雄市长 可是因为太急着参选总统 所以受到重创 现在又二次重开机 当立法院长 他一定是往上走 怎么可能走回锅 所以这一个联合服务处 就是在帮柯智恩的 这想也知道 因为柯智恩 非常确定 2026要选 那陈其迈那时候也卸任 所以那个是蛮明显的 就是陈金辉跟韩国瑜 就是来帮他 撑那个盘 大概 所以这个想太多了 这个我跟你讲 只要是自称前幕僚 然后不敢露出本名的 那这种大概都是没有代表性的 我讲白了就是这样 我们最有代表性的 王浅秋总都不讲话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人家一定是要往上走了 不会再回去地方了 那当然他立法院是有很多官要过 可是这个 这个当然就是 很多现在很多绿营的会奚落你 未来柯建民也 搞不好也会当面来奚落你 都会 因为柯建民做人就是这样 这个也不意外 那一堆访韩的力量很大 所以这个就是对他的考验 所以我认为他第一年 第一个先要稳住 他在立法院长的 这个位置上的权威 他要适当的表现 让人家觉得他是秤职的 那个时候这种批评就不见了 所以现在有这种批评也不意外 就是因为你总统败选 还有在市场被罢免那个阶段 那种力量通通都冒出来了 所以到处都是 就是当年奚落你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首先 就是第一个会期 他首先要先稳住 跟民众党改革的联盟 那我觉得这个会期 这个会期事实上 因为在新德还没上任 所以刚好就是蔡英文的 最后一个会期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可以做两件事 基本上都可以确保 他跟民众党的合作 第一个就是国会改革 那第二个就是 对于蔡英文留下来的一些 一些问题要做检讨 做一定的追究 那这种议题 我认为民众党合作的空间 也会蛮大 所以我觉得 因为现在他刚上来了 大家就扯很远 扯到什么民主基金会 未来国庆同框 这怎么会是问题 这简直是胡扯 赖清德还说他 一定会是最常到立法院的总统 赖清德一副就是 他愿意接受国情之文 他事实上大概已经暗示他愿意了 那当然集问集团那是两回事 你如果愿意接受国情之文 如果每年你都来 到时候接待你不就是韩国瑜吗 对不对 而且只要立法院的多数发出邀请 你大概就要来吧 那蓝家白就已经过半了 那如果赖清德跟民进党讲说 我愿意去 那民进党也不好反对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事 韩国瑜连 黄国昌都可以拥抱了 他跟赖清德拿什么 血海深仇 对不对 我认为这完全不是问题 你只要接触过他的人 你就可以知道他那个 这方面就是他天生的能力 对 可以这个 柔软的身段 一笑闽恩仇 站在一个新的平台 大家再重新来交往 这个能力还是绝对没问题的 所以我是觉得他倒是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 比较没有那么党派性格的院长 这个他做得到 至于党派的斗争就交给傅君席吧 总招 对不对 他要做的应该是 就是促成一些 可以跨出国民党 然后大家觉得 好像不是完全从国民党角度思考的 改革议题 比如说国会改革 我觉得国会改革 真的是 这个会期要推 几率比较高 另外就是蔡英文 我随便讲 比如说高端 高端你该公开的资料 会议记录 可以公开了吧 那至于蔡英文的论文要不要处理 也许等赖清德上任再来说 不要现在处理 等蔡英文卸任 赖清德上台之后 再来问赖清德 请问蔡英文的论文是不是该公开 那这个因为 因为那些部长都还在 以后你就问不到了 比如说王美花 以后经济部长换人了 你怎么去问 缺不缺电的问题 确定会换 核电的问题 对不对 美花不会赖清德不继续用 赖清德跟孤立雄没那么熟 我认为会换 还有薛瑞人 卫福部 所以我说该清算该检讨 趁这个蔡英文的最后一个会期 要好好做一下 好 来请教介老师 韩国瑜提到 立法院长办公室官邸可以提供给 游锡坤使用 他有没有看过官邸跟办公室使用的规则 我不晓得就是说他没有这个身份 他还可以用立法院长的办公室 那成何体统 我是觉得一团和气是可以 不过还是该有的这个 法规还是要尊重一下 不是说你当了院长 你爱怎么做怎么做 这个倒是我觉得还是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新任立法院长 政治上是大家就是说能够和气解决问题最好 可是有些规定是不能够随便 你说了就那规定都不要规定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国家是有体制的 对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韩国瑜基本上是很有善意了 希望这个立法院是新立 那么好 那可是问题就变成 其实任何国家三权分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是要制衡监督的 立法院要新立是不太容易的 不太容易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立法都是委任立法 大概提案都是在行政部门的 他来提案 我们的国会自己本身提法案的权利 提法案的能力来讲的话 事实上不像美国国会 美国国会里面 事实上他这个里面的人才跟他的人力 他是有自行提案的能力的 这是你要有这个能量 现有我们这个立法委员 他自己本身的他的办公室的编制 还有这些委员会里面专业幕僚的这个编制 是很困难的 除非他要向美国的这个国会学 可是全世界都学不来 你知道美国一个这个参议院的一个 大的委员会的主席 他办公室有多少人吗 两三百人 他几乎像一个小的部会 你难以想象 这个时候美国的很多法案 基本上还都是行政部门 这样为人立法 他做了起草的 所以我觉得心力的部分的话 是可以往这方面走 立法院现在基本上 我们有个比较畸形的立法院 就是大家在里面 没有分出谁是多数谁是少数 其实多数的 现在这种选举 我让你成为多数 就希望你能够掌握主导权 我们最荒谬的一个制度 就变成我们各个委员会 这个招委 也就是像美国这种各委员会的主席 居然是轮流干的 这个你要跟美国人讲 美国人大概听不懂 通常都是你作为多数党的话 你就是掌握主导权 所以其实黄国昌 他提出来的就是单一招委制 这是国际的趋势 也比较符合 所谓的政党政治 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 这些部分我觉得 上一次我看游锡坤去 跟黄国昌他们谈的时候 没有提到这一点 因为黄国昌他们刚提出来 是四连改革 那个时候韩国瑜都说完全接受 然后再接上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主席也在报纸上 我看报道也说国民党也都同意 那这个四点 那第五点怎么样合作 而且那个时候 就是说黄国昌他们提出来的时候 是希望能在第一个会期 尽量修法通过 也就是加强我们立法院的功能 这个是符合现在全民的期望 过去八年蔡英文事实上是专制独裁 然后立法院变成立法局 完全没有监督制衡的功效 现在我们希望的立法院 除了看到希望看到他能够搞成一团和气之外 希望他能够发挥坚强的监督制衡能力 这个就是心力了 这个就是真正在心力了 能除病就是心力 好 来问赖老师 人民对于这一次的立法院是有期望的 而且期望是很高的 那既然期望是这么的高 我们就一切都要回到宪政体制来 宪政体制很明白的 台湾是五院制 而立法行政是最重要的 那立法就当然要制衡行政部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千万不能够获悉你 再强调 不能够获悉你 不能够去当烂好人 你必须要去制衡行政部门 那你要制衡行政部门 你就必须要有党派的立场 你要站在在野党党派的立场 你要站在我们60%的全民的立场 你要好好的去制衡这个行政机构 避免这个行政机构去滥权 我们这八年以来行政机构太滥权了 我们的总统府一直到行政院 过度的滥权 过度的滥权到我们台湾的人民受不了了 什么前瞻计划前瞻建设 八年八千八百亿 就这样子随便花钱 滥权 所以要制衡它 不能祸悉你 要制衡 这个滥权的行政机构 要制衡 好 你要站在党派的立场 站在60%的人民的立场 你要彻底的去监督这个行政部门 你不能够让这个行政部门 一举次糟蹋我们台湾人民的纳税钱 所以你要善用你的监督的能力 所以你这个立法部门里面 你必须要领导整个立法部门 那当然执政党的民进党 现在是第二党 他一定是捍卫他们的政党 捍卫他们的行政机构 就自己自行缴戒 他不会去监督政府的 也就是在立法院的民进党 绝对不会去制衡行政部门 也绝对不会去监督行政部门 也就是说绝对不会去监督政府 那也就是他们自己 自我阉割自己的以后 那你当然要代表这60% 绝对的民意团结所有的战业党 联合所有的战业党 那么一起好好的来监督政府 让他不能够再滥用 滥花人民的纳税钱 把钱送给美国的军火商 把钱送给这些美国的过时的政客 来台湾一场演讲 拿掉我们台湾人民 30万的纳税钱 30万就1000多万台币 将近1000万台币 有人拿了40万美元 就1200万多万台币 来了讲了一些什么鸟话 然后就把我们台湾的纳税钱 就整个送走了 你要监督 要监督这些行政部门 外交单位 国防单位 各个单位 不能够再这样 糟蹋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你要监督政府 让他们不能够再动不动 就不让我们人民知道 疫苗不让我们人民知道 蔡英文的论文不让我们知道 蔡英文的学历不让我们知道 蔡英文怎么进政大的 不让我们知道 这么多的秘密都不让我们知道 我们人民有知情权 所以你要监督政府 不让他们再搞秘密 这个部分里面 你不能够活习你 所以我强烈建议 韩国瑜大破大力 大家对你有期待 不要活习你 团结在野党 代表我们全台湾 百分之六十人民的新生 代表我们把台湾 百分之六十人民的利益 好好的监督我们的行政部门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